很多值錢的東西 這個都是一堆人歷經的一些經驗 我想 你如果跟玩具 大概去跳島市場的機會會比較少 因為他們大概都是把一些理由重點 跟那個進那個商店裡面去坐下面 不可能讓你們到那個跳島市場去 因為那個跳島市場蠻有意思 他不限時 結果自己說 跟我們現在進那個音樂廳一樣 幫你蓋個帳 那你就逛 逛到你出來再進去都可以 那你看一兩百炭物 真的是很難看到 可以看到很多很稀奇 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他們等於是用一個叫外形式 或是在做生意 另外一個我也喜歡看市場 各位知道 市場有市場的特質 我們現在那個 少年間在旁邊有一個少年市場 各位知道 喔 那個日本觀光客現在特別多 現在那個劉克香在做導覽的時候 我也喜歡把很多人帶到那邊去看來的市場 不過那個市場 我們覺得說規模還不大 但是 有時候會找到一些比較異常的東西 就是說 很多外交的東西 如果沒有跟得上傳奇的話 他會被 把訂單 cancel 掉 cancel 掉 他要消化那個東西 都會拿到那邊買 所以會比平安價有利益很多 而且有很多比較優秀的 那個好的東西都會在那邊呈現 不過這個是不定期的 不是說每一次記錄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剛剛提到說 我為什麼會喜歡看市場 我自己第一次到溫哥房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 我們看到那個市場是乾淨 我們真的覺得說 打案的幾乎那樣這樣子 真的是跟人家不能比 而且你們知道 我他們賣的那個 那個龜 我都好大一次 我們看到都會蠻驚奇的 那這些當然是每一個人的 不同的觀點 去看很多的一個理由 其實我不予講 我也有很多不愉快的理由經驗 比如說我第一次到大陸的時候 我竟然被大陸的海盟給控制了 我也不曉得很莫名其妙 他看到我的那個小包證益 我就說 欸 你過來 我說 我說進哪裡啊 他說 就彼著那個小辦公室 叫我進去 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然後只在一個椅子叫我坐下 那我說到底什麼事 然後他們也不吭聲 就一直去打電話 走此走離吧 那我是當然很喜愛 因為我們的同行的人 包括我的家人 都已經上了 我也幾乎 之後又有一個在哪邊 而且我也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壓力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他們也都不答話你知道嗎 結果大概在十分鐘以後 他們回來了 然後我把那個 那個證券還給我 我說你可以取啦 然後我總是覺得很納悶 我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他也不講 他說你趕快上去 飛機要回來 就這麼一句話 問什麼原因 他一直到那裡都不想 我也不曉得說 我說這樣的一個經驗 對一個出租到一個 比較不同的國度 我坦白講 那個是一個不同國度 譬如那個是 中華為民國國 遭受這樣的一個領域 而且 他們也不說理由 那我也不曉得說 是不是 我有點暗疑 他畢竟查得很清楚 還是怎樣 後來我覺得說 我還是在城寸 應該沒有 我會去鬧事 才放我走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得到答案 過了這次 第一次去大陸的一個領域經驗 那以後就很順悶 以後就很順悶 以後大概就是 都沒有事了 我想應該是 他們已經進入了 他們的答案 這個人不是一個思想人的 有問題的人物 不過我一直覺得說 你如果碰到這樣的一個情境 你真的是會緊張 包括你去很多 比較落伍的國家 那些海關的檢查的人 他會跟你敲出港 我一直去土耳其的時候 他竟然看到 那我一支 顏值筆他就有興趣 因為我那個顏值筆是 有三種顏色 就是紅色 藍色的黑色的 我不曉得 可能他沒有看過 這樣的一個圖 他把我從土耳其抽出來 敲到半天 然後筆劃就說 能不能送給他 我說 一個筆啊 不算什麼 就送給你 也就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想我不曉得 你們出國的時候 會有這麼多經驗 我是不曉得 像那個 美國的911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兩個摩定大人變炸了 也第二年 也剛好來的時候 也921 也不是911還921 911 剛好第二年 我去紐約 我那時候被檢查的 真的是滿嚴格的 連鞋子都要脫掉 襪子都要脫掉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去那個 自由女神一下去參觀 還要做土産過去 所以警察隊也太一樣 到後期我到印度 僅看那個太基馬哈林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我到印度也看到一個 因為我們很精心的一個景點 就是說在德里要轉機 到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 連整個機場都是特殭石彈的 全部都是特殭石彈的 那什麼營我們當然不曉得 可能當地的暴動還是我不曉得 但是你看那個場景 這會有很深的一個壓力 不過我是覺得說 壓力不壓力 但是走到很多地方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 你自己想看的那些景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令我們會感到很突兀 因為我們坦白講 因為各個民族 各個文化都有各個特色